林委員好 部長辛苦了 應該的 這兩天都為了緩鄉投票 吵著這個甚至好像從今天 民進黨又要開這個 這個記者招待會 那我不曉得部長對這一次澎湖地檢署 對緩鄉投票這個做法 你的看法怎麼樣 事實的情況你清不清楚 我大略知道 就是澎湖對於可能涉及的是 一位遷徙而取得投票權的這個部分 有加以調查 那也希望說 不要這個有觸犯這個刑法 146條第二項的情形 提出一個善意的規勸 你知道這次查出來的整個澎湖縣 大概這一年內的 戶籍異動的總人數多少 這部分我不清楚 是不是委員容許我們 我跟你說明 總異動數大概三千人 查出來異常的四百人 我不曉得為什麼媒體不把這個數字爆出來 查出來的人數總共異動三千人 因為你戶籍簽出簽入太平緩了 而且在一年內簽完之後 因為你有那個背景 選完之後再簽回去 所以地檢署認定你有這樣的嫌疑 是正確的 所以地檢署做這個事情方向是對的 是 三千人 戶籍異動 是告訴四百個人 你有這樣的一個 不是說涉嫌啊 你有這樣的一個情況 請你最好不要去 我覺得布林應該回應啊 是 不然他們講很多的媒體就這樣寫 好像不能反鄉投票 反鄉投票都可以歡迎啊 你如果戶籍從頭到尾都沒有簽 誰去問你啊 你是簽出去 選舉到你要簽回來 選舉完了你就要簽走 那當然要查 這正確的啊 那為什麼這媒體一片倒 然後好像大家都知道 為什麼不能好像真的有詞 為什麼我還開機制大會 為什麼不能反鄉投票 當然 可以啊 是因為你是因為你的簽戶籍 你是因為你要影響了投票的結果嘛 所以我們要投你啊 所以部長你要挺那個澎湖地天署 他三千人跟簽四百人呢 才一成多啊 這是你要講出來啊 我們就是三千個請出來 跟簽四百幾個 跟你四百人說 說你們現在簽的戶口 是異常 是有戏圖的 不要說嫌疑啊 你戏圖要回來投票 是簽戶籍是為了投票 簽完之後 投票完五號 七號禮拜一 又把戶籍籍簽走了 啊不然你知道嗎 這事實嘛 所以部長你要聽一下 要講這個啊 我那天也跟人家講 你要把這個數據給... 給...給... 好多啊 我們簽出來三千人 有問題四百人 我們不是三千人都統帝啊 我們統帝四百人而已嘛 我們今年來簽進來 三千人 有問題四百人 合理啊 我把四百人給他放嘛 這我整腳 所以我是認為 部長很多事情啊 你不要... 該講還是要講 不要讓外面的媒體 然後好像說大家都不知道 在騙笑的 大家都不知道啊 講到幾片山 講到幾個台灣 大家都放起來 這不好 我是覺得不好 是有啦 澎湖地界署也有提出澄清啦 對不對 這個...這個東西喔 你...這個... 他沒再這樣講 我覺得... 我那天也跟人家講 你要把這個數字跟法務部講 報告給法務部 事實上是情況是怎麼樣 三千人...千千四百人而已嘛 所以這個... 這個合理沒有 合理嘛 對嗎 所以... 接下來還有說 所謂的... 這個辦這個... 所謂的... 這個...這個... 承認... 當然選舉 大家開支票 也不會開啦 當然... 這...這... 要怎麼改成是另外一個提示方式啊 齁 但是... 支票... 開到過頭的 齁 開到過頭的 齁... 我們最近在辦的 幾個...幾個... 會選的案子 也是有企業會選的... 的案子 所以... 會讓很多人... 被辦的人心裡很不平衡 不是說... 啊... 他這個...這個... 辦這個... 辦這一件不辦那一件 當然會讓很多人心裡不平衡 啊... 為什麼說... 我開支票 我不是死啊 我開支票 我就有事 他開支票 就沒事 所以這個問題 我是覺得法部要統合各界的... 這個...這個...這個... 啊...想法 取得了共識 能夠給一致的一個... 一個... 一個...說辭 我覺得這樣對於未來選舉的風氣呢 會有正面的 要不然開支票 我昨天... 我看到政見發表會 我想... 啊...好事啊...好笑啦 那不可能的東西 還堪接到修法的事情 管制長... 管制長有台階修法的嗎 他會把他開支票 我覺得這個有時候很離譜 你知道嗎 當然... 他欺騙八十八嘛 我是覺得這樣的一個做法 是不可取的 支票都拿不開啦 開開的說... 選舉開支票 不用對話 不然不正經 我是覺得這個... 在大德上是有瑕疵的 齁... 所以... 今天用這個機會呢 跟... 跟部長呢... 提出這些看法 齁... 那對監所... 我上次也跟部長談過幾次 齁... 監所一直存在很多的問題存在 齁... 你知道嗎 醫療的問題滿嚴重的 齁...你知道嗎 齁... 現在目前呢... 不止醫療所衍生的問題 最近我知道... 這個... 有一個監所... 那個... 一個女孩子呢 二十幾歲 鬧一些事啦 他也結婚了 那個... 他的老公呢 也在官 那請他夫家來領呢 夫家不領 請他娘家來領呢 娘家不領 好... 撒嬤... 他賓的錢誰要求 就是... 你... 感到要去收 老公要處理後事的事情 誰要處理 也是感到要收 要處理 甚至老公不知道要怎麼處理 沒有人要啦 就對了 這個是已經被社會所遺棄了 家庭遺棄也被社會遺棄了 好了 對於種種的醫療 以及這些發生的醫療的費用 以及... 將來死亡所謂的發生費用 我請教部長 這怎麼處理 呃... 委員 這件事情我並不清楚 我是不是可以... 主席是不是要容許我們那個...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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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不足的問題,雖然你的醫療整個體系要去把它改進,但是你也牽涉到你人力的問題 我今天要上去病院,有醫院要去看,但是我的人力不足 現在有接屋就醫的問題,蠻多的問題存在 所以種種的問題,我希望說,市長你身上任,我希望你更有魄力的 面對你長期來,你所觀察的、堅守的問題,能夠在你的手上把它改管 不然你這樣辦,事實上很多的問題存在 醫療、健保醫療的問題,人力不足的問題,包括很多雙人,家庭都給你遺棄了 那變成說你堅守要承擔,這些貴用未來是有誰 你不能說,貴用沒辦法,感受自己去想辦法 我是覺得這邊都不負責任,不要說把這事情丟給堅守 那堅守找要去募還,找要有心人來募還 我是覺得這個不對的,應該你們堅守在這個基金上 你多邊一點嘛,你可以多邊一點錢嘛 你這個錢有啦,你可以對於這個受刑至少人道的關懷 可以多做多一點事嘛,你多邊一點嘛 你這麼多幾千元就在邊那裡開啊 我隔開你幾十元,我挑戰是用什麼呢 沒有問題的,跟委報告 沒有你現在種種衍生的一些小的問題都出來嘛 是,是,我這樣 所以你在這邊,貴用你編嘛 你們編,我是認為說你的錢不會跟你刪,也沒有刪的必要 但是我是覺得你針對問題,你擴充你的預算 事實上是解決現在目前社會存在的黑暗的一面的問題 你們可以編,能夠成立一個基金 如果是改善醫療,改善人道的問題 改善堅守所謂的問題 這樣才會有改善問題 是,跟委員報告,我們中業基金確實有編列這個醫療的這個會用 那麼對於介護就醫的這些受刑人 他如果這個,他負擔不起的話 我們也都有補助 非常謝謝委員的指教 我們非常知道委員的用心 只編一塊啦,沒有喔 你沒看,那些問題是一大堆 都編在這裡,沒有人可以給你刪這款錢 好,謝謝 好,謝謝 好,那個,課堅守裡面喔